我們看這一題 這裡本來他有三個圖 然後裡面有阿美跟肉肉店老闆的對話 那阿美就問老闆 他說老闆我想買兩串粽子 那老闆說 如果你買三串的話 每一粒 每一粒粽子我都少收你了 然後這個阿美的話就開始想 想說這樣子買三串肉粽的價錢 會比買兩串肉粽的價錢多 224元 那一顆粽子大概三十幾元 他現在問說 哪一個的話才是正確的 哪一個才是折購錢的價錢 那現在的話我們怎麼做 我們假設一串粽子有N個 一串粽子有N個 然後每一個是X元 好那你現在的話 如果你買三串的話 買三串的話 N 那每一個現在少一元 就X 減1 少一元 比買兩串 買兩串就沒有少 沒有少錢的話就是2N X X 有N個 一串有N個肉粽 那一個的話 X元 那這樣等於多少 等於224元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N的可能情況 那我就把N 給抽出來 X的可能情況 現在猜說 一個肉粽的話 應該是多少錢 那我現在把N 抽出來以後 這3X 減3 減2X 這個等於224 好那這個 又會等於多少 這是N X減3 等於224 等於224 好那現在的話 N要能夠整除224 X減3也要能夠整除224 這兩個都是這個因素 那X大約是30幾元 那我們就來看看的話 X可能是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給它因子分解 224 我現在用4好了 4、5、20 4、6、24 再用4好了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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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再用2 4、1、4 4、4、6 2 2、7、4 那要30幾嗎 30幾的話 我們看到 7、4、28 28可能啦 可能是28嘛 那你再把它乘以2的話就超過了 14不可能嘛 16不可能 這個吧 16 這32 有沒有可能 4 16嘛 16乘以2 32 也有可能是32 8 所以的話 X的話有可能多少呢 28加 28加3 等於多少 31 但是裡面沒有答案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就X這等於多少 32加3 等於35 有啦 有答案 所以答案的話呢 應該是35 這題答案 是35 答案應該要選D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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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